被爆使用过期食材 甩锅加盟商的汉堡王还能再开千家门店吗? 江西多家汉堡王餐厅采用过期面包 篡改鸡腿排、鸡块等食材的保质期 并在食品制作中存在缺精短两的问题 涉事餐厅包括南昌市汉堡王红谷摊天红店 汉堡王南昌王府井店 南昌市汉堡王铜锣湾店 在汉堡王被点名后 浙江、北京、合肥、广东、上海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迅速出击 展开对辖区内汉堡王门店的全面检查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看来 既然加盟了汉堡王 就是纳入了汉堡王的整个管理体系 那么加盟门店与直营店的所有生产标准、产品质量、内控体系 管理流程标准应该都是一样 汉堡王将问题甩锅给加盟商 并不合理 根据官网数据 汉堡王在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最初的7年里 只开了52家门店 在2012年TFI加入后 汉堡王中国开始加速发展 以平均每两天开一家新店的速度进行扩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